很多中客人会说 我的皮肤黑是因为 就是我的国家很热吧 所以我想问你一下 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觉得就是非洲人 非裔啊 黑皮肤的人 他们的皮肤为什么是黑色的 你们那边就是有太阳 所以是山 有太阳 但是中国也有太阳了 但是你们太阳更大呀 DNA Do not judge Oreal 2 will be judged Hola Karibu My name is Agus Welcome to my channel And kindly join the family by subscribing So in today's video I'll be interviewing Chinese again And today's episode Is all about educating them On the melanin So I'm going to ask Some of them If they know why Black people or African people Are dark skinned And uh Yeah So we are going to find out The response today So if you don't know We are black or dark skinned Because The melanin we produce Is more than the other Races we get So Let's find out Together If Chinese know That The skin is darker Because of melanin Get ready And I'm sure I need to add But you can add I know I want to pay My name is No So let me just Hi That So You should be I need to find out That It is It helps us I need to find out Ki 所以想问你们一下,你们觉得非这样或者是黑皮肤的人,或者是非裔吧,他们的皮肤为什么是黑色的? 基因,对,基因。 就是遗传基因。 但是我们就是平常都认为你们那边就是有太阳,所以是山。 有太阳,但是中国也有太阳了。 但是你们太阳更大呀? 不是啊。 不是吗? 中国的很多城市比我的国家还要热呀。 对呀。 那应该就是基因的问题。 人的皮肤是因为黑色素,你知道黑色素吗? 知道。 英语叫梅兰尼。 梅兰尼。 对。 所以是因为黑色素,不是因为太阳。 太阳会让你的那个黑色素变得就是,怎么说? 更显眼吗? 对对。 就比如说你觉得中国人有黑色素吗? 有啊。 有啊。 只不过比你们稍微程度不一样。 对。 就是我们都有黑色素,但是我们的更多,你们的更少。 对。 就还有那个白花病,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就有白花病吗? 白花病? 对,白花病。 是因为黑色素少吗? 对。 黑色素很少或者是甚至没有。 嗯。 对。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哦。 这微信发给你。 我来中国之后,很多中国人会说,我的皮肤黑是因为我的国家很热吧。 所以我想问你一下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觉得就是非洲人,肺移啊,黑皮肤的人,他们的皮肤为什么是黑色的? 这个我觉得天气热那是一方面,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这种基因的遗传,更多的是这个原因。 哦。 具体说呢? 是什么? 具体说,因为我也不是这种收血专业,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好吧,就是人的皮肤黑是因为他们的黑色素很多,你知道黑色素吗? 听说过,但不太了解。 所以呢,就是黑色素是导致我们的皮肤这么黑。 对,那你觉得中国人有黑色素吗? 当然有。 对,但是那个数量很少。 就是我们都有黑色素,但是数量不同。 就比如说百花病,他们就是他们的黑色素很少,甚至没有,导致他们的皮肤那么白。 就这样。 谢谢。 不好意思大家,谢谢。 拜拜。 你觉得我的皮肤为什么是黑的? 为什么是黑的? 基因的问题吧。 哦,基因,你不觉得是因为太阳吗? 嗯,就是晒黑啊。 那应该不会那么黑,因为我有被太阳晒过。 对,所以你基因具体说,具体说是因为什么? DNA。 对,我基因就是DNA啊,具体一些。 具体一些,因为你们是黑种人。 那为什么是黑种人? 具体说对,就是生物学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 对。 你们的祖先就是这样? 没有,是因为黑色素。 啊啊啊啊啊啊,你知道吗? 黑色素,知道了,这样说了,知道了。 嗯,对,就是我们的黑色素很多。 哦。 对,那你觉得中国人有没有黑色素? 嗯,是的,是的。 但是很少的,所以你们的皮肤比我们更白一些。 对,还有白人比你们的皮肤更白一些。 对,就这样。 就这样,谢谢。 没事,没事,啊,你中文很好。 哎呀,哎呀,关键,关键,谢谢。 可以吧,或者是印度人吧,皮肤为什么这么黑? 嗯,我觉得这是由这个人身体内的基因表达决定的。 就是基因表达的话,如果使得他皮肤内的黑色素含量较高。 那么他就会更黑一些。 黑色素少的就会白一些。 谢谢,你是第一个。 回答这么确定。 哦,哈哈。 他们都学经,但是没有具体说是黑色素。 哦,对。 就这样,谢谢,你好厉害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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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们中文真好。 没有,没有,没有。 我讲,我讲。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人的肤色不同吗? 就比如说我的肤色属于黑色,你的肤色属于黄色,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肤色吗? 基因问题吧? 对,具体说呢,这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就是具体,具体一点。 具体?我也不是太清楚。 我们的肤色有不同的肤色是因为黑色素。 黑色素的数量会决定你的肤色属于哪种? 就比如说我们的黑色素很多,所以会是黑种人。 你们的肤色比我们更少,所以会属于黄种人。 那白人的肤色就是比你们更少。 黑色素比我们更少是吧? 对对,所以会是白种人。 那黑色素就是对于骨外线成色,它会对皮肤有保护的作用? 对,有保护的作用。 如果你的黑色素更多,呃,太阳不会就是很容易造成皮肤的问题。 对对,所以。 但是我们都要涂那个防晒。 对,防晒霜。 防晒霜。 谢谢啊。 谢谢。 拜拜。 好, guys! So, this is the end of the video, and umm… most of their response were actually like, umm, it was because of DNA, it was because of your genes, that Africans or black people are dark skinned, so, umm, this is actually the end of the video. I couldn't interview a lot of people because a lot of them didn't want me to interview them. And if you want a part two, because the people I interviewed were not a lot, if you want a part 2 kindly tell me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comment on this video share and most especially subscribe we are almost at 1k and i'm very grateful thank you and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